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一个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,却又充满神秘魅力的微生物世界,食人菌。 别被这个吓人的名字吓到,我保证这将是一次既有趣又长知识的冒险之旅。 首先,让我们来个真相大揭秘。 食人菌并不真的吃人,它的学名是A型链球菌,是一种常见的细菌。 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绰号呢? 这要归功于它可能引发的一种严重感染,坏死性筋膜炎这种感染会让组织快速坏死,看起来就像被吃掉了一样。 想象一下,这些细菌就像是一群不速之客。 闯入你的身体派对,把你的组织当成自主餐。 初期,发烧阶段,就像细菌在你体内举办热身派对。 快速进展期,症状急剧恶化,细菌派对进入高潮。 微重期,可能引发多重器官衰竭,派对彻底失控了。 最近,日本成为了食人菌的热门景点。 2024年上半年,日本报告了977例严重感染案例,创下历史新高。 但别慌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要被吃掉了。 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对平静,就像细菌们还在观望。 犹豫要不要也来一场派对。 有趣的是,食人菌并不是在细胞里发作的。 它更喜欢在组织和器官中举办派对。 在这场疯狂的派对中,食人菌会释放各种派对道具,也就是毒素。 这些毒素包括溶血素、链球菌外毒素等。 它们就像是细菌的秘密武器。 帮助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横行霸道。 食人菌破坏人体组织的方式非常聪明。 它们会释放毒素、快速繁殖、引发炎症反应。 甚至能穿透组织屏障。 就像一群调皮的小孩,不仅把你家弄得一团糟。 还要把墙打穿。 但别担心,我们的身体也不是好欺负的。 免疫系统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队伍。 随时准备对付这些不素之客。 它会派出中性粒细胞和巨石细胞吞噬细菌。 T细胞和B细胞也会加入战斗。 整个过程就像一场精彩的动作片。 如果不幸被食人菌感染了怎么办? 别慌,我们有派对终结者抗生素。 医生会根据情况开具适当的抗生素。 通常需要10天的治疗时间。 在某些严重情况下,可能还需要手术介入。 就像把闹事的细菌们强行请出去。 最后,大家可能会问,吃点什么能对抗食人菌吗? 虽然没有特定的抗食人菌食谱。 但保持均衡饮食,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可以帮助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。 就像给我们的安保队伍配备更好的装备。 但是等等,我们的锄间队还有几位神秘成员想要加入这场对抗食人菌的战斗。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营养素特工。 骨光甘太。 这位抗氧化大师可以帮助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。 他就像是给我们的免疫细胞穿上了一件隐形衣,让它们能更好地潜入敌营。 埃里卢纯。 这位来自葡萄的特工具有抗炎和抗氧化的能力。 他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装上了一个小型净化器,帮助清理那些讨厌的炎症。 姜黄素。 这位来自姜黄的黄色特工也有强大的抗炎和抗氧化能力。 它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涂上了一层防护漆。 让那些食人菌难以下手。 胶原蛋白。 这位修复专家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和组织保持健康。 它就像是我们身体的维修工。 随时准备修复那些被食人菌破坏的地方。 虽然这些营养素特工们不能直接消灭食人菌。 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应对感染。 想象一下,它们就像是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安装了一套高科技装备。 让我们在对抗食人菌的战斗中更有优势。 但请记住,这些营养素特工只是我们防御系统的后勤之源。 在对抗食人菌的战斗中,抗生素治疗和及时就医才是我们的主力军。 所以,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感染了食人菌,别指望靠吃几片保健品就能解决问题。 赶紧去看医生才是正经事。 总之,保持均衡饮食,适当补充这些营养素。 再加上良好的卫生习惯,我们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抗军队伍。 让我们一起用科学和幽默的态度,打赢这场对抗食人菌的战斗吧。